潮州政公所主秘王建源 拿着由屏东县长 潘孟安亲自颁发的奖牌 对于镇内文化观光所的 志工们在各场活动里 奉献时间及心力 由衷的表达感谢 因为有这群志工们 让文化观光所里的活动 都能够更加的圆满顺利 文化观光所日式文化园区 我们这些志工伙伴们 跟这些婆婆妈妈 长时间就是在六日 假日的期间 投入我们一个文化志工 导览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文化园区里面 其实这些活动 可以办得那么成功 有80%以上的功劳 在这些文化志工身上 为了感谢及肯定志工 及社区团体无私的付出 屏东县政府举办 111年度志愿服务 即好赞选拔 合作社联合表扬活动 加免对象包括社会福利 医疗院所 环境保育 学校教育 文化导览 客家原住民等多元场域的 服务志工们及机关团体 共计颁发376个奖项 表彰受奖人发扬公益助人的善据 那每一个社区有它的特色 那透过邻里间 那包括不管各种职业业别 屏东要推动志工精神 而这个志工精神 不管各行各业 在职或是退休人员 都能够投入不管在文化环境景观 教育等等不同的业别 都有可以看到不同的温度 在志工日来临之前 特别对各样各业别的 志工的预表扬 屏东各领域的志工们 平时坚守岗位善尽本分 在屏东举办大型活动时 更展现惊人的团结力量 志工真的是屏东的骄傲 那我想大家记忆犹新 2019的台湾灯会 我们屏东的志工大队 让大家惊艳 因为我们真的是服务到位 然后这几年的疫情 我们也感谢志工的参与 所以今天县府举办 这个基优志工的表扬 我想是非常必要的 让大家更有荣耀 近年来屏东志愿服务 衍生出企业志工 家庭志工 银法志工 等各种不同服务形态 县府期盼透过颁奖典礼 表扬志工们及机关团体 无私奉献的精神 激励志工团队士气 也期盼透过多元志工队的 赔力方案 邀请更多人才 一同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打造优质服务 迈向高度参与社会 公共事务的目标 记者施心庭 杨正义 采访报导